大家好 今天做一個Live 講述10月期權策略設計公開 大使見底之後再見底 其實最差的情況下 我們10月可以怎樣去預算 在這裏之前 我們就在聖誕節 所謂聖誕節 這麼快還沒去到 在中秋節有一份禮物 其實這份禮物 到現在還在公開 可以讓大家去試用 之後會加入我們的網站 這個網址 在今次的Live 可以好好使用 譬如 大家有這個對數表 大家看到這個對數表 我之前也說了很多次怎樣去使用 就是跟著 Yahoo Fire Lens 這個產品 當你進入到 Symbol 的位置 再進入 日期 就可以出現到 指定日期 到底在過去這麼多年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今天 為何說這個對數表 很適合今天呢 就是因為 市場在9月裡 不停地去做一個見底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個市場上 有一個迷思 就是我們會知道 市場上不停地跌 但我們不知道 過往歷史裡面 可能已經不是發生過第一次了 如果它不是發生過第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看過去的歷史裡面 會知道 到底跌到什麼時候會停 又或者是 今次的跌勢 到底是否很嚴重 這個例子 大家也會聽過 五窮這個月份 五窮的確是真的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或者在我們數據的顯示裡面 其實五窮不是5月1日發生的 而是5月10日之後 它會再跌多1.95% 發生這件事情 是足足有95% 會發生的 如果跌了1.95% 那與4月很大反差 因為4月多數都會升 在一個前提下 大家會知道 其實我們會知道 市場上面 會有它的 機率 即市場上會有它的 隨機性 在市場上 而每一個的時段裡面 它的隨機性 亦會不同 有些月份容易升 有些月份容易跌 這次用這個資料對數表 最主要就是看回 我們現在的9月裡面 最近的20年 其實有沒有試過這樣跌呢 而這樣跌 這件事情 又是否很常常呢 如果我們找到 這件事情 原來是很常常的話 即是說 如果這次的跌勢 大家是受不了的話 我相信過去20年裡面 出現這樣的跌勢 原來這件事情是很常常的 即是說 過去的9月裡面 都是很難解決的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就去到 Trading View的網站 因為Trading View 它的量度的機率 是比較好一點的 Trading View 在這個時刻 想回之前的partner 阿勞哥 很喜歡用Trading View 對 看一看 看一看 那就去到Trading View 看看一看 為什麼呢 這次我們這個Data對數表很好用呢 我習慣了 我會拿每一年裡面的高位 那個位置 去做一個start point 看看去到年底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 最極端的低位 到底在哪裏 我們就可以知道 過去20年裡面 最厲害的低位 到底是怎樣出現的 在這個Data對數表上 大概怎樣去做呢 這次就做一個 比較全面的做法 這個Trading View 先開啟 先開啟 好 那今年呢 它的高位 其實大概是 2月的時候 就出現 OK 我們直接拿到 它最高的位置 OK 最高的位置 如果只拿高位 這個位置 其實今年的高位 就是在1月20號 那裏出現 OK 1月20號的Hi 我們就把它打回 即是start year 即是一些基本的setting 接著 在這個start month 就是1號 start day 是多少呢 我們就看看 這個是20號 end day 就是31號 這個month over 是多少呢 因為1月 去到12月 即是month over 11 Buy type 就是這個 high 然後我們按 申請 這個數據庫 就會自動出現 1月21號 到12月30號 這段時間 過去的歷史走勢 我們今次最主要看 就是看這個 跌波幅 因為看這個跌波幅 是說 跌波幅是怎樣去形成的 就是 我們拿了1月21號 高位的point 之後 就從那個point開始 量到最低的位置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做 我們現在拿了1月21號 最高的point 我們先看看 現在 現在3月最低的位置就是這裏 即是說今年最高到最低 雖然是短短2個月之外發生 但最低跌過28.15% 而我們可以在這裏見到 原來在歷史裏面 28.15這個數字 其實是很罕見的 為何很罕見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記錄裏面 只有兩年的記錄打破了 28.15% 分別是2011年和2008年 而這兩年的跌幅是去到 56.69%和33.31%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跌幅套回到今年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今年好像 我們剛剛拿這兩個相片 即是2008年和2011年 那麼差的時候 我們到底看到那個點數是多少 但你要知道 看到這個點數不等於 其實我們今年 即是12月 就會在這個位置結算 我在這裏先說一聲 我們就看看 現在我們就拿到 數據分別是 56.69% 還有33.31% 那麼這些數據 拿完之後 我們就拿回 這個1月 剛剛我們拿過的 start point 到底是多少 那它最高的位置呢 250.79% 那我們就拿回 這個percentage 好 那就是說 如果今年 要像這個金門海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動作呢 因為 2008年的時候 這個低位 其實是發生在這個10月的 OK 那麼我今天 就是看到一些 叫做 評論香港的 叫做市場上面 它那些的 叫做看法 就是說 廣股最低 可以看到12000點 OK 但是如果我用這個 概念 其實廣股 我當 今年好像這個 08年那麼差 其實它可以 不止去到12000點 OK 那麼這個答案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 歷史上出現過 它最低可以看到 又是跌穿了1點 OK 那麼當然啦 這個量度的幅度 又是量度的方法 是based on 08年 它那個金門海嘯 很差的位置 然後呢 剛剛呢 我就說過一個 叫做concept 就是 喂 原來這個跌波幅 就是當年 跌得那麼厲害 OK 那就是08年出現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右手邊那裡 其實有一個紀錄 就是跌波幅的日期 OK 那麼這個跌波幅的日期 你會看到 08年 跌波幅的日期 即是最低的位置 就是08年 10月27日 OK 所以 有人說10月股災 而2011年 跌波幅的日期 同樣都是出現在 10月4日 OK 那就是說 這個10月裡面 其實呢 雖然 一般來說 這個10月 即是 我再給大家看 他多數都是 叫做 升著 即是他多數 就會出現一個 叫做 升波幅 但是呢 跌得最近的兩年 都是在這個 10月那裡出現的 即是說 10月其實呢 被人的印象 應該就是 很容易會升 但是如果他出市的話 他都會 叫做出市 也很金 OK 這些數據 大家可以拿回 一個參考 你就可以看到 原來每一年 即是每一年裡面 拿今年的高位 至到10月期結 OK 那一年裡面 最厲害 跌幅的%是多少 而呢 亦都可以看回 到底這個跌幅 出現的日期是多少 讓大家知道 即是有個心理準備 正如今個月這樣 我們會知道 接下來就是10月 OK 今年的經濟又不好 原來呢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10月呢 是會很大機會率 就會出現終結一跌 OK 所以在這個時刻裡面 我一定會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 在這個10月裡面 想做一個操盤的話 千萬不要這樣買股票 因為 買股票 你要記住 有一個叫做 輸無限的風險 OK 即是 講說輸無限的風險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就是 當你100元 丟在這個市場上面 很可能你是會覺得 喂 輸5元我走 但是很可能 在這個10月裡面 它是可以另對輸30元 是可以期待以外 OK 所以在這個月份裡面 我自己認為 一個叫做 debit spec 大家如果看這個頻道 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debit spec 是一個很好的入市 應用在這個10月 更加用debit cost spec OK 剛剛說到 10月裡面 其實一般來說 都是容易比較升的 月份 OK 我們就看看 到底10月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說 是容易比較升 我去做一個input 就是 我想start day和end day 大家都一樣 OK 我們商品 HSI 大家記得要打這個 因為我們那些 是跟隨Yahoo Finance OK 1號至30號 Month over 0 就是10月1號 到10月30號 如果Month over 1 就是10月1號 到11月30號 OK Buy type 就是C 即是我們用close 去做一個start point 你會見到 原來這個10月 當10月開始的時候 即使是08年也好 它都會有升過 足跡 它是升過了0.41% OK 在這個10月裡面 你會見到 由這個10月1號 多數都是國慶 所以這個program 會自己幫你 去到10月2號 OK 好啦 然後你會見到 原來10月是100%會升 當然100%升 就不是升很多 就是0.33% 95%會升0.41% 90%會升0.64% OK 所以90%升0.64% 大概是代表 當10月1號 放完國慶 之後回來的交易日 就升0.64% 其實是 九成會出現 即是我們那些機率 就是這樣去預計這個市場 OK 當然你滑下去 你會見到 原來10月 試過最厲害的 是升了20.51% OK 但是20年裡面 其實只是發生了一次 我們不會拿這個數據 去做一個基準 以及不會拿這個數據 去設計一個奇緣策略 這樣 因為它出現的機會率很低 即是它很高 即是它會升到很遠 但其實它在 Historical data裡面 它出現的機會率很低 那我們也不會拿平均數 因為平均數 其實它拿到這個數的時候 平均數是沒有真實發現的 OK 而也不會拿中位數 因為中位數也不是經常會出現 你試想一下 如果中位數 它的數字編排很散 其實我們現在用這個方法 最主要就是想抓一些很高機會出現的東西 而中位數這件事 就達至不了我們的目標 而你要知道 其實這個開始日期不同 譬如我按另一個開始日期 你會見到這些數字 有機會變 有機會不變 我們試一下5號 即是極短一點 你會見到 整版數字 其實它已經是變了 OK 其實在這個概念裡面 大家要知道 不是說日子越短 它的波幅一定是越小 有機會日子越短 它的波幅越大 到底怎樣可以篩選到最好的機率呢 我們之前開發了這個Crosser Board 其實它是幫我們找到 到底在這個產品裡面 在哪一天去做一個行動是最好的 它會有一些叫做Quantum的概念 放在裡面 Quantum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這個Data對數表裡面 所有的可能性 其實它都會自己去pre-run一次 之後就會拿一個最好的給我們 之後就會出一個最好的報告 讓我們去使用 我們那個Input 就是按這個長倉 10月至10月 之後1號至30號 之後就按10% 出了一份報告 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10月2號 它的低位 我們就10月2號 10月2號至10月21號 也不用說一定會玩到31號 但因為10月21號 就沒有一個Expiry date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做31號的Expiry date 來迎合這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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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type 因為它是在講一個叫做最低位 所以我們就要改回L 我們會看到 今次的跌波幅 90%是2.38 和我這份報告是一樣的 而這個2.38 你試一下改一下 它的Start date變成3號 你會看到 90%就由2.38 變成1.38 所以這個2號的Start date 即是Low的Point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我們先看看日子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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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來 其實就是10月3號 OK 10月3號 回來的時候 它的低位 極其重要 OK 而我們拿回10月2號 來做一個基準 因為我們在那個計劃裡面 如果我們發現到 那一年 好像今年 原來是沒有10月2號 我們就會拿10月3號 來做一個Start point 即使這個報告 你會看到 有些開始日子 都不一定是10月2號 有些是10月3號 有些是10月4號 因為我們拿數的方法 是會有些不同 OK 因為不是每一年 那一個日子 都是一個Trading day 有些是Holiday 或者是不開始的日子 OK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Condition 來篩走這些日子 OK 對了 大家會記住這個Percentage OK 在去到這裏 我大概講了 10月中 大概會怎樣去看市 或者怎樣去走 OK 市債是說 有機會 在一個叫做經濟差的時候 10月就會出現 這個終極一跌 但是在這個叫做 一般來說 在這個市況 一般來說 我們10月中 是容易足升多跌 OK 我們這個數據裡面 就是我們最新的看法 很特別 特別在什麼呢 剛剛我們說 08年和11年 就是發生的 終極一跌 但是 這個升幅 即是說 2.38的升幅 竟然 失效的年份 不是08年和11年 OK 即是說 即使這個股災會發生 但其實當中 升升跌跌其實也會有 OK 所以大家可以意想到 就是這個市場上面 即使你知道了這個 升或者跌 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出現了之後 其實它都不是45度上去 它都可能會有些 re-test出現 OK 其實市債這麼tricky 所以才這麼難玩 OK 好了 講到這裡 回答一下學生的問題 最近市場就很倒閉 有些學生就慢慢問 這一堆的股票 它的資金流 到底是怎樣的 期權十月曲 就開了 大概就趕了 但是因為日子未到 所以我也不可以 告訴大家 目標價 以及我們的策略 到底是怎樣去做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700 好像很抱 其實是輕鬆的 先輕鬆一點 這個恆生指數 依舊是一匹K 你看到全部都是綠色 其實很淡 我們就看看這個700 就是0 順帶一提 大家會看到這個界面 多了一個叫做歷史資金 這個歷史資金也是新的 即是我們在9月內 開啟一個最新的功能 這個功能 可以讓大家看到 到底我們的資金流 那些好膽倉 其實它是何時加倉 何時減倉等等 這個功能就沒得試用了 直接是訂閱我們的 commer support 接著會送來一個web 那web裡面 其中一個是新的功能 好了 今天呢 雖然市內 我們看的 不是跌很多 但是 我們會看到 今天市內不是跌很多 行指 跌了44點 但是我們會看到 加倉是加了5% 那 不是 這個是騰訊來的 騰訊搞什麼 騰訊跌1% 但是它加了淡倉加了5% 那下一級的支持 最大的支持 最明顯的就是230 OK 那這些大家不用說了 而呢 它後市要升上330 和320 先叫做 換和 一點點 它的膽倉 好了 看看9988 那 我在等著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這條連結下面 就會見到 將會 即是今個星期五 就會開始有一個 叫做奇權的初斑 那如果大家 聽完這些分析 但是不知道怎樣 去用option 即是在一個 叫做 安全的槓桿 安全的情況下 將那個槓桿 就化到極致 那這個槓桿裡面 應該 它的內容 就可以幫到大家 OK 那說完這個9988 那你會見到 又是加了5%的膽倉 對了 最大的膽倉位置 就是 78 85這個位置 對了 之後就是3690 那其實呢 我們開發這個 奇權市場資金流 那其實呢 不單只是港股 那美股呢 都是一大堆的 那美股那方面呢 其實呢 某程度上 它那個叫做更新 是多於港股 因為呢 港股那方面 我們去拿價錢 或者港交所的報價 其實不是說 你拿多少個月 它就給你多少個月 OK 那但是 反過來呢 美股那方面呢 它那個價錢的input 或者它的feedback 很多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按它那個叫做結算日呢 就有四個的 OK 那港股呢 就只有兩個 唉 好啦 咦 3690呢 就略略了 好過這個700 和這個988 但是 你會見到呢 都是一坨東西的 就是 說真的 它那些膽倉 原來是壓制了這個股票 它是要升好幾個價位 這個股票才是好好的 就是 先叫做擺脫了這個叫做膽倉 還有呢 我這裡的按 就是這樣去按 你會見到 它那個的目的 叫做持續更新 那我們呢 就是把這個 這個概念 就盡量 貼近了這個叫做 view time 好 好了 86% 咦 這隻的膽倉 是減了的 但是呢 它整個市場上 都是充值著膽倉 比較多些 那麼最多呢 蛋倉的位置呢 就是62.5 1810 這隻叫做小米 咦 其實呢 在一個市場上 就是當我們面對這個的膽倉 的時候呢 我們之前呢 就會看這個3690 1810 700 和9988 那這些股票呢 其實呢 都是有一些叫做科技的成份 在這裏 而呢 科技這個字眼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叫做2000年 裏面有一個名詞 叫做科網股爆破的 那麼 在那裏 其實呢 我自己認為那個名字 就提醒了一件事 就是呢 當一個市場上 輕旺的話 科技股呢 其實它是首當其衝 有很多熱錢流入的 而呢 反過來 當一個市場上 可以吹淡的話呢 其實它們都是首當其衝 那些資金 會第一步流走 甚至呢 會流走得非常厲害 那這就是科技股的特性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買了科技股呢 現在是在喊價的話呢 亦都覺得 這個十月裏面 是開始是一個叫做 呃 比較是適合一些 入場的叫做方法的話呢 是啦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十月裏面 即是這些股票 跌到殘殘舊舊的話呢 那其實呢 我亦都會有一個方法 在這個live最後裏呢 就教你 到底是 即是怎樣去做一個 吵底的動作 即是叫做 吵底動作 最大膽差剛剛是12元 好 最後一隻 3968 3968 有沒有呢 都有啊 3968 其實說真的 你給我看這些全部清一息 在這個期權市場資金裏面 都是膽倉為主的 OK 都是沒什麼分別的 OK 而這些股票裏面 對啦 這些股票裏面 如果大家是 即是真的想買的話 OK 那要用另一些方法 什麼叫做另一些方法呢 不可以用就這樣買股票 即是 不可以就這樣買股票 即是用買股票的方式 去入市 OK 那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入市 我們在這個網站裏面 你會見到 有一個叫做 更加期權息率表 OK 這個更加期權息率表 就是告訴大家 當大家去做這個 short boot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收了一份 期權金 但這些期權金 其實在一個 計算的方法底下 我們會知道 它的連息率 大概是多少 OK 它的息率 或者連息率 大概是多少 好了 這裡裏面 你不要以為是一項一項 當你這樣按進去 其實它會出另一個版面 OK 這個版面 也可以做一個 叫做持續更新 那個叫做 功能 它就告訴你 如果你是選好了 哪一個行駛架 去做一個 short boot 化成連息率 大概 是多少 OK 這裡 會有一個 行駛架 的stage 給大家看到 有價內 有等價 也有價外 一般來說 我們會做這個 價外 因為我們去做 選擇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 有一個 beat ask的影響太大 而這個 息率表 也會在 期權的入盤 和初版 教大家 讓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想鬧貨 又想用這個 short boot 這個方法 去入市 我們應該 怎麼去決定 做不做這個動作 或者做哪一個 行駛架 我們會多一個 的 vision 我記得之前 有些人說 Option 裡面 有五個 希臘數字 可以影響到 Option 的定價 包括大家 認識到最多的 Delta Gamma Vitga Feta 以及一個 叫做Om Om 一般來說 是小用的 但現在 都要用回 因為 息率改變了 這五個 美積分 但是 我自己在Option 市場上 是怎樣去看的 就是 這五個 對於真實的操盤 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 為什麼 我的角度 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 因為 我會看Option 其權金的息率 以及 我們去操盤 設計其權策略 的盤率 只有多少 Gamma Witga Om 等等的數字 其實它是 在展述 這個期權金 到底是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 隱含波幅 會大些 或者是 這個息率 對這個 期權金的高低影響 等等 而期權金 其實始終 都是一個 叫做市場 控制的 由市場情緒來控制 人的情緒都很難整 你想想 你還要想起市場的情緒 基本上 很難想到 怎樣說 這些數字 其實就是 就是 Define 或者 叫做 Define 或者叫做 Define 這個option 它的報價 是怎樣的情緒 但這個情緒 經常都變 所以 就算學了這五種東西 你明白了 對於我們真實的操作 是沒有什麼大用處 最後的最後 我想跟大家說 在這個市場上 其實很難找到一些 比較聰明的方法 但是在這個期權的 叫做Stretch 其實真的有一些 比較聰明的方法 就是 總之 你這樣做一個操盤 其實對於你的操盤 對於你的投資 是一個很有正面的影響 好了 今次的Live 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之後再更新 10月內的策略 到底正確的位置是什麼 以及我們設計 這個期權策略 到底是怎樣去做的 大概說了 就是我們要留意 10月1日的低位線 我們之後再補充其他內容 我們接下來 今個星期五 就會開始 我們的期權入門和初班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這條連結下面 找到報名詳情 這次的Live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各位 拜拜